全红缠戏粉上百万 女性占比超期成 网友呼吁 可以安排代言了 在2021年新崛起的国内体育人物中 全红缠是最闪耀的一个 这位2007年出生的14岁少年 在奥运会和全运会上 获得了三枚金牌 其中最著名的一战 是在东京女子10米跳台 全红缠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跳出三个满分 打破世界纪录获得金牌 她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中 最年轻的运动员 回国后 全红缠去了西安参加全运会 并在全运会上获得了两枚金牌 在社交媒体上 虽然全红缠的比赛已经结束 但她的人气依然很高 奥运会成功后 全红缠吸引了数百万粉丝 同时 无论是比赛期间还是比赛过程中 关于全红缠的互动永远都是高的 包括她在社交媒体上 与陈艾森、谢思义、陈奕文等人的互动 都能引起围观者和粉丝的疯狂点赞 全红缠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数百万粉丝 据统计 关注全红缠的人有70%以上是女性 甚至很多人说 很多妈妈粉丝甚至奶奶粉丝 都在关注全红缠 女性占大多数 的确 很少有运动员成名后 会吸引这么多女粉丝的关注 也许是因为全红缠励志的经历 可爱的言论 朴素的梦想 和全红缠献身于训练 和治愈母亲的愿望都非常感人 全红缠有这么多女粉丝 很多人呼吁可以安排代言 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全红缠的日常生活和训练 代言永远比综艺重要得多 而且有这么多女粉丝关注和知识 要知道目前买东西的主力君肯定是女性 那么多喜欢全红缠的女粉丝 肯定会吸引很多企业 至于代言 以前还有很多案例 比如因为私下接受代言 而被处罚甚至开除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世界冠军 甚至是奥运会冠军 因此 全红缠必须在这方面做好控制 她的努力和天赋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 她是未来女子 十米跳台项目的绝对领导者 她很年轻 不能在事业上迷失方向 她需要教练和其他人的管教 当然 从全红缠的性格和态度来看 她做得很好 她说她不喜欢很多人的关注 然而 在没有比赛任务后 全红缠没有参加高调的表演 也没有回家 这一切都证明了 全红缠有着良好的性格和自控能力 当然 领导也很重视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